《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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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说完全不满意 我只是觉得这个版本 我按的好像稍微有点太一样 然后我自己呢 也不是说完全不满意 里面有收获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同时呢 可能有一些也还是有一些缺失 其实所有人都在缺失 你不觉得吗 你觉得身边哪个不缺失 是吧 圆满是心在圆满 但外在的东西 如果你一直要是说以法相上 去法相上看的话 每个人都在缺失 我有了这个杯子 我还缺一个红的 我缺了红的 我还要个蓝的 你该缺失 是吧 因为 但是如果我们指的是心的话 本来也很圆满 有什么缺失呢 很多东西就 这对缺失的定义啊 你要什么 但是 但是 我要的那个东西没有 这叫缺失 其实你真的要嘛 缺失 是不是 你一定要知道 你是赐福真的要那个东西 是不是 也许我们曾经拥有过 但是我们都觉得 没有从就获取不到幸福和快乐 所以我们又把它打碎了 是吧 你到底要什么 我们要的是内心的圆满 内心的幸福 但那种幸福 始终不是靠外向能够给予的 或者是甚至 你要还在乎自己的一而彼此 是绝受的话 始终你获取不了圆满的幸福 永远不肯 除非你了知真理 除非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一个圣人 了知真理 除非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一个圣人 否则 只要我们活在繁复境界 那么你始终会有缺失感 我们真的 不是在聊大话 不是说 大家说 聊一些 除了吃喝辣椒碎以外 聊大话 我们真的是要按照这样的去做的 否则毫无意义 否则你今天做的 毫无意义 真的 我也毫无意义 我们真的是去求真理的 因为你不了知真理 我们是 你怎么也会缺失 这是五着恶事啊 这是愿有殷勤缘缺啊 十四股难缺啊 凡复就是这样的 你看不到圆满 不代表圆满不在那 你看不到啊 你用你的有局限性的眼睛 永远看不到圆满 永远你最想要的那个 永远不在那 这就是比喻说 所有的女孩子早上起来 出柜里总是缺一件 她今天穿的衣服 一个挂的满是衣服 然后就是今天穿的那件不在 因为没有 因为你最想要的是你没有 是你不拥有的你就想要 拥有的永远不想要 拥有的就看不见了 不要被这个事件的假象所转 觉得缺 觉得有了 觉得没有 这都是事件的世俗的认知 我们活在人类 因为建文决志的局限性 和骗局里 对于人道来说 如果你不学佛 这个世界很真实 真实的体验着 你建文决志到的一切 真实的有角色啊 真实的快乐的痛苦的 很实在 但是你恰恰不知道 生到哪里去 死到哪里去 生从哪里来 对生命的俩别一无所知 嗯 然后你在中间这一段 真实的体验着一切 也很真实啊 但是学佛以后 他不这样看问题啊 他是一想看三四十方的 当你撬出三维 撬出过去 了解生死的时候 你不得不去了解这些 死阶空阶啊 但是你也知道 空在生命的这一小段里面 我们从独师开始 大概七八岁五六岁 或者是更早一点 三岁四岁记忆里 但我们死亡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那些死日子啊 啊 童年少年啊 童年幼儿童年 少年青春期 然后中年老年嘛 就这几个间段嘛 这都不用经历 我们也知道 我们会经历什么 差不多吧 大家都差不多吧 是吧 七情六欲呗 吃饱穿乱子 然后七情六欲 然后精神层面追求些东西 心里边啥也想干 身体不配套 是吧 因为心不会老嘛 然后身体又跟不上 所以苦嘛 如果身体能跟上就不苦嘛 因为身体气管什么 没那么强壮了嘛 牙也掉了 眼睛也花了 什么 所以身体就会觉得自己苦嘛 因为心不会老 心不会那样的嘛 心里极了更多经验 做的更多 因为徐政年龄 我们理极了很多东西 我们经验 我们觉得我们做的更好应该 但是恰恰身体更不上了 而且通脑开始僵化 执着自己认知的 因为见到时间长了 他就觉得就是那样的 你说的不对 我说的对 我都三十年了 多吃了三十年 爷吧 不是我经常这样说的 是吧 但是我们这一生就这些事啊 我们现在都中年了 你是青年是吧 我们还有两个 一个中年一个老年活嘛 那么 这一生命这一生又快看着就快结束了 看着就过去了 今天又没了是吧 那一天一天 这又不就那么多日子嘛 是吧 如鱼扫水 是吧 这真不是说的 这真的是这样的 一天又没了嘛 下一次轮回又开始了 不知道在哪个道呢 你还有时间去看这个世界 为啥缺了东西 我们马上就开始下一次轮回了 赶紧找一个地方 想想我们从哪一道开始轮回好呢 散包呢 应该怎么样能熟呢 不要熟饿包嘛 因为反正我们有饿 有时候他能穿起来也挺饿的嘛 是吧 生气的时候你死去吧 呵呵呵 喝不得他死了后快嘛 是吧 有时候谁搅拆是个蚂蚁 这毒枝也不知道的 杀是个眼藏杀的嘛 是吧 蟑螂蚂蚊蚊蚊蚊这常杀的 这怎么办呢 否则我们在人道 它咬我们嘛 活得难受嘛 是吧 你不打执它 它每天一晚上咬你 一晚上睡不着 你也快捏盼了 所以你在人道就这样难受嘛 是吧 世界就这样子 生命就这样子 这样一个样子 没有人对 是吧 所以幸福的样子差不多 不幸的样子更有个版本 是吧 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差不多 就是 情绪就是烦闹快乐 要不要平静 其实很好 你就不用过我们也知道 就这样子 能咋 有的是更惨一点 有的更快乐一点 就是我们在中间 是吧 这还又过日子呢 不过我们也知道 生命就这样滑过去 唯一的就不知道 死了有没有了 去哪里 不知道 我们是从哪儿投胎的 也不知道 有没有轮回这些事 没接过 但是有点信 不就是 这就是你的 这就是我们全部啊 日子过得起 有点压力 有点紧张 然后又要生存嘛 不得不去工作 是吧 要赚钱养家 马上又来下游戏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就这样活着吧 是吧 我们的生命还能数出啥来 是吧 然后情感呢 希望也会有很多爱情 被人爱 被人呵护 然后到最后发现 也很难 是吧 然后 然后问问自己 自己也不是呢 自己也没有真的 呵护过谁 也没有好好爱过谁 把别人记忆挂在心上 从早到晚呵护 后来就扯平了 算了 也不想 是吧 就想想自己也挺自私的 然后就不再关于别人了 然后就觉得 人性就是这样的 这世界就这样的 然后就认命了 认不老了 认命了 但我们的日子 就不就这些东西吗 然后从小时候上大学 上到大学 上上十年 然后学点文化 中年跟老年 出来也没用 用不上多少 数学 高等数学 短就忘了 物理也忘了 全忘了 就是说话 就是大家聊天 语文 文字还用几个 现在在手机上 每天弄平什么 也记不得几个了 经常写错白字 十年寒暢苦多了 啥 然后说我们有个文凭 那个文凭代表啥 代表你智商 还是代表你能力 还是代表我们心圆满的境界 还是 是吧 就找工作好找呗 大家反正 因为 不知道你啥 拿出文凭来 知道你好歹 十年孩超做过 冷板蛋 没有功劳也苦劳 奖励你分工作 是吧 你站在旁观的角度 看人这一辈子 你知道吗 每个人都差不多 最主要是 极少数有天赋的人 不学就懂了 就极个别的 可能上一人没有一两个 极少数的 我们觉得挺羡慕的 你看你看 是吧 然后呢 剩下的都是 大家差不多都平凡了 平凡人的日子 就这样滑过 极少数人 努力努力就成功了 几千亿不到 剩下我们长努力 也好像没成功 至少努力努力 半途而非了 要不努力努力失败了 这是普通人的日子啊 就是这样 有烦恼 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呢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甚至笔下也没有余 就这样 但是也活 也就这样活着 就这样 是吧 平凡的众生多啊 但是我们 我们是地球上的物种啊 再往大来看 我们只是地球上的物种 我们比动物 活得舒服多了 动物更惨啊 我们作为 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啊 我们还是可以的 我们有机会 解决自己的很多问题啊 台风来了 我们能护住自己 不被台风吹到海里去啊 藏在房间里啊 我们盖结实的房子 能抵抗十二届 他们等等人力 还是蛮智慧的 就是 其实人的意思 就这些啊 然后你想要个什么办法 你告诉我 你想 你想准备 弄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出来 要么传道呗 就这样 然后你看完了 坐在这儿 就这样 抽离出来 看看有没有其他路可走 这一辈子难道就这样走了吗 是吧 那女人是这样子 男人是这样 生孩子结婚 想想我们这一生也就这样 我跟我妈 我姐 我朋友 身边的很多人也一样啊 就这样走下去 我也看过幸福的 也看过不幸的 那我可能也是幸福的 也可能不幸的 但是如果不想这样子 有没有其他路可走 那你选择修道呗 或者是其他呗 可以解脱生老病是轮回吧 然后我们说过程挺精严的 那还得你有心去体验啊 痛苦快乐 你要是带着体验的心情 那也挺精严的 如果带着 不带着旁观者的角度 生陷其中 那情悲惨的话 是吧 烦死了活的 知道苦不堪言啊 只不过是到最后认了 苦就苦吧 认命了 就这样 生命就这样 谁也是这样 大家都这样 版本其实差不多 因为经历的就是少年 青年老年 这些版本的历程差不多 生到死了 历程差不多 然后都长大了 情动出开 然后结婚生子 然后情感上 可能有点不松等等 就这样做完了 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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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一次一次的轮回 一次一次吧 1 2 2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